HELLO 大家好 Raiwan desu 昨天版本更新之后 超战士的机翼 新手任务就完全重置了 然后也有非常大的惊喜 就是新手悟空的极限jack觉醒 昨天也已经拿来尝试使用了 只不过就还没正式跟大家介绍 以及还有其他五张的新jack战士的角色 那么这一次的话就带大家稍微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的话就是超战士机翼这一边 在昨天初出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新手教学任务那边过不去 不过这个只不过就是官方的一些出问题了 它的公告已经发出来 明天就是讲过了一天过后 从今登录过后 它就会自动完成 那么大家就可以接着的把任务给解决下去 那么这一次的超战士机翼任务重置之后 可以拿到的龙石比异想的还要多 因为before他翻新这个任务之前 我们多多只能拿到77颗龙石嘛 那么这一次我们所能拿到的龙石总量 就远远的超过之前的77颗啦 所有的超战士机翼的任务 初级 中级 高级 超上级 全部解决到完的话 多的可以拿到125颗龙石 这个量是非常非常的多啦 对于新手加入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一边获得非常多 而且通过这个任务 for新手获得就是for老手都好啦 我们可以快速的把这些新角色 通通的入手 只要通过任务 他们的练技能的 的那个数量 14张我们可以拿到满 就是潜能点也是可以开满 然后他们的觉醒徽章 也同样可以全部拿到完 而且新手任务 就是新手教学那边 一通关的那个任务拿过去之后 官方直接给2亿的Zenny 所以for新手来说 也完全不用担心Zenny 不够用这一件事情 全部可以一次过的解结过去 然后再加上新手悟空的极限 这个觉醒之后 也他通过任务 就可以直接拿到他的回章 45片 不过这边我相信有些人 就不小心跑去用那个 蓝龙石去买的啦 不过也没关系啦 这个影响不大 可能练第二张的时候 可以用得到啦 嗯 OK 那么这边任务的话 大家其实点进来 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也不难去解 全部都还蛮简单的 嗯 这个初级任务 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就长到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初级任务 可能差不多 就是相当等于 我们以前的那个 新手 新手 那个超级 超战士的记忆 因为以前77颗 然后这边 初级任务全部解决到完 其实有75颗 可以拿得到这么个样式啦 嗯 OK 然后这边它是差不多 长得这个样式 嗯 初级这边就是 前面通关过后 才能一路一路一路 通过下去啦 总共有7个阶段 然后 中级这一边 也是同样啦 嗯 那么上级 也是一样 怎么超上级 我已经解决掉了啦 嗯 它的所有的任务 条件 我之后会发在留言区那边 大家可以从那边看得到 呃 第三阶段啊 呃 第五页啦 初级初级的那一个任务那边 第五页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新手悟空 极限在觉醒的徽章 那么 在终极的这一个任务这边 第一页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得到 ZAC战士 所有ZAC战士的 专用技能翼 所以说不是到太好了 就是金技能翼那一边 可能我们可以自己改 但是赢技能翼给的很好 会心连击回避都是LV5的 就按照不同的角色 我们再来选择不同的使用 嗯 那么剩下的话 就一路这样子 接接下去 那么就alright啦 嗯 都是拿龙石比较多 那么其中 可能比较麻烦就是 冒险关卡的技大特 我们要去弄的话 嗯 有些利宝石不够 这也是因为是for中级 诶 上级的任务嘛 这个可能会比较 要花一点时间 不过要讲到上级任务这边 有一些 还蛮让人讨厌的 像是这个 极限这个觉醒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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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啊 老玩家来讲 基本上已经是极限完 所有的结设 当期一出来 我们就极限完了 结果这边我们要重新 来极限多一次 变得要需要 花一点时间去等 啊 这个就比较 残念です 哈哈哈 然后再来的话 它还有一条任务 我觉得很麻烦的 就是在 我会忘记掉是在哪里 哪里哪里一个项目了啦 就是要添加好友 像我自己的话 好友其实是满了 就变得要特地去洗掉一个好友 再重新去申请过 那么才可以通关 这种类型的任务 for老玩家的这个账号来讲的话 应该把它直接给解决掉 会比较容易一些些的 但就没有这件事情 哈哈哈 妈妈妈 就是这个样式啦 我们DOTAL可以拿到的龙石 就刚才讲到了125颗 量非常的大啦 那么接着的话 就稍微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边 就是 新的ZAC战士们的能力啦 嗯 新手悟空这一边 我已经是拿来使用过啦 不过看到有些人 在问这讲说 诶没有介绍到 这边就重新介绍物的很棒 他的能力来讲的话 是长得怎么个样子 对长记忆就还好 不过必杀效果 跟超必杀效果 就改得非常棒啦 必杀一回合攻防 大幅上升嘛 这个就很棒 超必杀的话 直接给他一个防疫大幅的 大幅上升的叠方 嗯 这一点来讲的话 for这一张新手悟空 在很多状况下 他都可以再用得非常好 而且 这个必杀效果的能力 然后即使去到未来 他超级现在觉醒 依旧是属于非常优秀的能力 嗯 因为防疫大幅上升 只要被动上面给的上来的话 他 就可以 可以用很长很长一段的时间 因为这张我们当然就是比较偏向辅助向来运用嘛 呃 站在一号位他才有全属性格抖 这一点是比较可惜啦 但是即使放在二号或三号位 然后只要行动过后 还防疫上来 那也不差啦 嗯 OK 整体的被动是长得这样子啦 自身气力加2 攻防159%提升 必杀发动时攻防59%提升 站在一号位会有全属性格抖 登场的三回合内会有剑伤30% 然后受到攻击的当回合必定必杀技追加发动 然后每一次受到攻击 攻防10%提升 最大30% 那么这个被动来讲就是配合前面的那两条 三条啦 站在一号位啊 跟登场三回合的30%肩上 快速的第一回合 让他把这个被动给叠满 嗯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队伍内 没有一体抄戏的角色啦 自身的会心会加15% 最大59% 只要四体 他就可以有59%的会心 所以这张新手悟空啦 他的会心我们是可以完全不要点 主连机复回避或者主连机复连机 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辅助从30%提升到40% 然后就是 极细的敌人存在时 或者攻击极细的敌人时啦 或者就是站在一号位 自身的气力加3 通常59% 以前是只有攻击极细的敌人才会增加 现在的话就形成了一个站在一号位 也可以extra获得59% 那么 这边来运用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站在一号位或者站在三号位来运用 其实都alright 只不过就是看 敌人是极细还是怎么的样子 假设敌人是极细的话 放在三号位运用 也算是还蛮alright的啦 嗯 那么主动机方面 就跟原本的是一样 没有任何的改变啦 那么实际数值来说 昨天运用的情况下 因为辅助啊 support memberly 去到满 所以很尬的数值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么他宿主的状态下 是长得这个样子 连接方面就比较普通一点 龟派气功跟传说之力 孙玉族我没有放上去 假设孙玉族低量去的话 可以extra多20%的防御加成 所以这边是属于他比较平弱的状态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满被动的状态 风机的话 有特攻就872万 有特攻1000万 没有特攻就872万 200%跟170%的那个差距啦 因为这张大家一定是全部能踩行的 嗯 那么防御这边 在初始来讲的话 我是讲说 让他有特攻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行动前跟行动后 行动前22.9万 行动后因为被打一下 必定人机必杀 所以可以去到77.6万 那么 进入了那个第二回合在登场 就是叠了一次必杀之后 过后 我想说 假设我们连特攻都没有的状态 就是最最最差的情况下 37.4万 然后72.5万 这边是讲说 他没有站在1号位啦 就是站在2号或3号位 行动过后72.5万 假设 如果我们可以再联夺1发必杀的话啦 他的防御力 其实就可以去到90点多万 那么 后面2发必杀 3发必杀 大家可以看到108万 100出万 假设队伍里面 有其他像 呃 T3 T3超赛那种 跨回合辅助的角色 那么他的防御能力什么的 都会再更加的往上涨 这张的话 那么主要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 他的这个40%的攻防辅助 以及气力加三 对队伍来讲 是还蛮不错的 嗯 OK 这个就是新手悟空的能力啦 登底上面是长的这个样式 OK 再来的话啦 就是我们其他的超战士们啦 首先的话 就是这个啦 比克乌伐 目前我自己是练上来的啦 可是就是连接还需要花一点时间 OK 比克乌伐的能力 大家可以看到是长的这么个样式 呃 对讲其实不重要 比克乌的话 他是有一个无限跌攻防的能力啦 不过因为是攻防一起跌 所以只有20%的那个提升 然后超特大伤害 还有风银比克乌 被动方面的话 是自身气力加二 就这样子 队伍内 赛亚人片 地球异程的战士 没有一体攻防30% 那么这边啦 官方在这个写着的时候 他是没有用户 就是那个卡的那个东西 卡在那边或者什么之类的 像这种被动来讲的话 他都是两个一起计算 也就是说只要有 只要你拿那一体是赛亚人片 跟地球异程战士同时拥有 就可以增加60% 假设七张 全部都是这个的话啦 就是要乘以 14次那个特攻 就可以找到 420%的那个攻防加成在这边 如果七张全部都有满足 这两条特攻的话 所以 不过这一张的话 他会更加的受限在 赛亚人片这边啦 有点小可惜啦 嗯 然后必杀发动时 攻防150%提升 然后有一个中确力的会心 队伍内全年都是超戏的时候 攻防50%再提升 以及必定最佳攻击 超高确立必杀发动 那么单回合内 我们有三次必杀的机会 然后可以好好的去跌啦 队伍内 名城有树木空的角色存在时 减伤会增加20% 这个目前是他的最初始状态 未来极限在可能 这个减伤幅度又会变到更高了 这个当然是想象罢了啦 未来会走的怎么个样子 我们还不确定 嗯 那么他的最大加成特攻气体的情况下 攻防 100 1325% 再加上无限跌攻防 那么他的攻击数值啦 大家可以看是长的这个样子 939万起头 假设连接是最满的状态 因为这边他们全员的连接都还不错 然后跌了六次攻击之后 是可以去到1150多万 而且三发必杀的1000万 其实还蛮猛的 然后再来的话防疫面上 初始行动过后 是有那个64.8万 跌了六次行动过后是129万 呃 其实还蛮想把它放在1号位的 可是这个 来看的话会比较偏难一点点 所以潜能点来说的话 这一张就是主联机 然后复会形这样子就ok了啦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必客物饭 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这一张之属的克林 从克林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必杀效果是一回合攻防 大幅上升超多大伤害 大幅降低攻防以及高确立 使敌人气绝啦 嗯 然后他的被动方面 自身攻防150%提升 有一个高确立的回避啦 哦50%啦 嗯 然后必杀发动时攻防150%提升 然后对赛亚人片啊 全员气力加益攻防30% 是一个辅助角色 算是还蛮棒 然后有回避能力 然后攻击的对象处在降攻或降防的状态的时候啦 自身气力会再加2 攻防再加50% 重要的是那个回避加20% 可是 对象被处在攻防降低状态 这个就相当的辛苦才能达成 所以这边我们就当作它不存在好啦 嗯 队伍内名称孙悟犯幼年期的角色存在是 所以只要有带那一张素数的 物犯笔克 或者就是 力数的物犯笔克 其实都可以达成 哎 我帮全员气力加益 攻防加30% 然后会心加10% 这么样子的情况下啦 他多特对赛亚人片的角色 可以提供到气力加2 攻防60% 以及会心10%的加成 用在3号位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 潜能点的话就直接全点回避就好了 什么都不用管 嗯 那么他的最大加成啦 就是 当敌人特攻没有的情况下 攻击675% 防疫行动后1063% 那么物犯有的情况下 他的输出啦 实际数值 攻击可以达到550多万 然后防疫行动后48.9万 老实说真的很低 这边的话就全靠他的回避能力 只要全避能力发挥不正常的话 他就等死 所以这边我是直接把他推到满啦 嗯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克林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亚木甲 然后亚木甲这个我想要讲一个就是 在点进去卡面之前 只看他的这个头像 好像在趴着在地上 哈哈哈 面白了耶 OK 那么亚木甲的能力也是相当的简单啦 嗯 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超多大伤害 然后降低攻防 被动上面自身气力加异 攻防180%提升 避杀发动时攻防180%提升 可是这边攻防180%的情况下啦 因为这是第二被动嘛 所以辅助上来的话他的加成其实会蛮大的 然后他自身有一个必定追加攻击超高确定 必杀发动 然后站在2号3号位必定必杀去追加发动 因为他本身就很适合站在2号3号位 所以这个的话啦 他当回合有四发必杀的可能性 嗯 然后回合开始时 血量50%以下的话啦 他就有必定会星 然后限定一次当回合中减伤70% 假设真的是遇到那种超难 我们可能带去超难关里面运用啦 然后血量50%以下 偶尔可以让他扛在1号位 都alright的 毕竟是70%的减伤 配上道具的话 他直接突破 100% 所以是有机会来运用啦 那么他的最大加成是长的这个样子啦 攻击684% 然后防御行动后 1076 如果是连击1468 再连击上去的话 可能可以接近到2000% 这么个样式 那么跟克林做连接加被辅助60%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输出都是700多万 700多万 800多万这样子 然后防御的话 排到三发必杀是96.5万这样子 真是没有到多高啦 但是以一张这种新手卡来说 已经算是还不错了 嗯 这个是讲组在200%里面啦 嗯 然后潜能点来讲 这一张的话 我是组会心 复连击这个样子啦 我自己给啦 因为就他的输出项嘛 那么第四发连击可以连出来 就有百万的防御力 连不出来的话就没有 不过这边是克林辅助到位的关系啦 不过一般我们会组这个赛亚人片 大概率会以 那个比克 历数的乌方比克来带队 然后他们放在三号位的话 可以带来60%的那个 30%的跨回合嘛 整体的辅助到位是还蛮够的啦 所以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亚木甲 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这一张技术的甜心饭 也是属于火力向的 然后必杀效果也很漂亮 这一张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防御大幅上升 无限叠攻 无限叠防啦 然后一回合攻击大幅上升这个样式 然后被动方面的话 自身攻防150%提升 必杀发动时攻击200%提升 防御100%提升 然后除自身外攻击参加中 亲友之判类别的角色存在是 攻防才加100% 以及必定会行 这个就还蛮重要的必定会行 然后每取得一个红旗翼 攻击加30% 减上加7% 这么个样式 最大加成的话 红旗翼假设有7-3个 攻击可以去到1220% 然后防御的话是400% 再加无限叠防 这一张来讲的话 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啦 被动上面是不自带联机的 然后只要亲友之判在场 就有必定回避 所以主联机 复回避给他就alright了啦 那么特攻有的情况下 红旗翼又有3个的情况下 他的攻击是可以达到900出弯啦 如果才吃到4个 那么可以突破1000万 那么假设辅助 其他的辅助又到位的话 那么火力将会更高 突破1000万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防御面上 就比较可惜一点 行动过后 第一发38万9 即使跌了4次之后 在开比赛有的第5发 77.8万 真的不高 所以红族吃到多 减商拉上来 算是还蛮重要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天津饭啦 最后就轮到首次拥有 悠傲卡的轿子 哈哈哈哈 第一张 人生中第一张 这个轿子在爆裂机场里面 可惜能力实在是不怎么样了 呀 难得有触卡 轿子这边的话 队长技不重要 P3效果一回合 攻防上升 攻防大幅上升 超多大伤害 然后高确力气绝 自身的攻防 140%提升 P3发动时 攻防140%提升 也是这5张新卡里面 攻防数值最低的 然后站在3号位 他必须要站在3号位 才有这个高确力回避 哇靠 数值这么低的情况下 官方还限制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还蛮干的啦 嗯 然后 除了体器翼以外 随即一种类 属性器翼 转换成体器翼 这个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啦 转体器翼实在是 没什么太重要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 赤足增加攻防能力的 那个被动 然后再来就是 除自身外 攻击参加中 亲友之盼存在时 我方全员攻防40%提升 限一次属性器翼 随即一种类 转换闯风器 不过 最后这一条 算是把它稍微给拉回来 只要攻击参加中 有亲友之盼 他就可以做辅助 配合他本身就是 需要站在3号位的情况下 以一张辅助角色来讲 还 可以 啊 就变成还可以的状态 哈哈 最大加成的话是 攻击572% 防御行动后908% 那么实际数值 攻击是476万 防御行动后35.6万 特别特别的低啦 因为毕竟 不高嘛 本身的3号位也不怎么样 当然这边是宿主啦 因为 我不确定每个人都会 用这样 用家防还是怎么样子 有些人可能想要放攻击 可能这边直接丢回避 所以数值没有上去 这个是最速的状态 然后这一条 数值来讲是跟天津犯做到连接才可以达成 如果跟其他角色做连接的话 他的攻击会比较低一点 反正他也不是以攻击剑长 而是以 那个回避力 以辅助来作用啦 嗯 所以这就是这么样子 哪一打超级战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啦 嗯 当然这个是讲以280%来计算 如果是在130%的对打技巧 整体的数值会更低 但是过超级战 没什么太大问题 OK 这个就是 我们新兴的ZX战士们 以及就是他的超级 他的极限ZX觉醒 很棒 这个悟空 OK 这个就是跟超级战士的极翼 以及我们的新的ZX战士相关的情报啦 然后剩下 资料下载的内容 其实这一轮没有特别多 主要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的 昨天在介绍 应该是前天在跟大家介绍到 酷酷达他极限ZX觉醒的时候 不是有讲到吗 复活交替成悟空之后 他的必杀效果 三回合攻防上升有点怪怪嘛 从一回合大幅上升回过去 结果真的是官方出错 实际就是 他是三回合大幅上升 所以这一边来讲的话 可以令到他的整体的能力 稍微在网上蛮多的 是蛮多的那种 嗯 OK 以上啦 这一次这一次的影片 那么这一次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一家 晚安 拜拜